剛剛談到這個貫穿點 那貫穿點基本上就是一個臨界點 類似一個臨界點 這臨界點當然就是以可見性來看 可見性來看 這個可見性 記不記得我們期中考就考過 就是線跟線的可見性 其實我們在判斷 這個線跟面的可見性的時候 其實也是利用線跟線的可見性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的概念 其實可以延伸到現在來使用 所以像以剛才畫完的這個圖 這個圖就是我們剛才前一頁畫出來的貫穿點K KH K KV 那這條線到底它跟我的三角形貫穿是 在前面貫穿還是後面貫穿還是怎麼樣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要有 還是要有一個判 從投影圖來判斥出來 那判斥的過程中間基本上還是利用線跟線 利用線跟線的可見性 所以如果你們還有印象的話 怎麼去判斷兩條線之間利用投影圖 看出來是誰遮住誰對不對 那這個概念大概從一開始我們在講這個正投影的時候 就一直在強調這個概念 好所以像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我們如果從下面 然後先從下面往上看 像這條線像這條線一隻 就是這個EF這條線如果從F這個端點往內 往這貫穿點去移動的過程中間 它在跟我的三角形的第一個邊 叫做BC邊對不對 它就會產生一個類似重影點嘛 然後這邊有個重影點 所以剛剛說過這個其實是兩個點 對不對這是兩個點 這不是一個點嘛 這是兩個點啦 但是這兩個點誰遮住誰 這兩個點誰遮住誰就影響到後面這一段線 到底是在前面還是躲在後面啦 所以我們從這個直立投影圖這邊 因為這是第三項線喔 現在是第三項線不是第一項線 所以要搞清楚第三項線是躲在後面的對不對 所以直立投影是在下面 那從F這個端點往內移 跟我的BC邊產生的第一個重影點 然後把它對應上去看 原來其實在這個地方是重影點 但是對應上去它的1的SUPH是在上 就是代表BC邊 BC邊的EH在這邊 那EF的水平投影的這個2 2SUPH這個點在這裡 好那所以2H跟EH比來說 2H比較靠近什麼 比較靠近我的主機線 所以反過來推到這個直立投影圖 來看的話應該是誰遮住誰 因為第三項線是在後面嘛 然後水平是在下 直立在這下啦 水平在上 那這個2比較靠近主機線 所以比較靠近我的什麼 靠近觀察 觀察者的眼睛 所以是 EF會遮住BC 這就是第三項線投影圖的這個特性 所以接下來穿過這個重影點 穿過這個重影點之後 到貫穿點之前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2比較靠近嘛 2比較靠近主機線 所以比較靠近我們的觀察眼 觀察的眼睛 所以接下來這邊會遮住我的三角形 所以這邊直線就畫出來 然後通過貫穿點 當然它就躲到後面去了 對不對 因為你不可能通過貫穿點 還跑到上面啊 那等於沒貫穿了嘛 是不是這樣 你這個點一直到貫穿點 它是直線在上 但是過貫穿點 就類似火車過山洞一樣嘛 過山洞之後它就被遮住了 所以後面這邊就不用畫 這一段就不用畫 然後再接下來 穿過AC的時候才會跑出來嘛 對不對 所以同理這邊這樣畫得出來對不對 那在水平投影呢也是一樣 你可以從這邊選 其實從哪邊選都無所謂啦 那只是課本是用這個例子 如果這些從1的SUPER H這邊對應過來 它跟我的AB這邊有個重贏點 從這個重贏點對應下來 我的4在上 3在下 對不對 好那3代表的是AB嘛 AB這個邊 所以代表4會在上面 3會在下面 那這樣子的話 所以我從這邊過來的過程中間 是我的EF一樣會遮住我的什麼 會遮住我的AB 所以我這個 從1SUPER H過來的直線 衝過這個重贏點 它還是會看得到 然後呢 再衝過這個貫穿點 就躲到後面去 然後再跑出來 所以它的可見性 它的可見性 就可以利用這種重贏點的概念去判斷出來了 這個應該跟之前 其中考慮的概念是一樣的 只不過現在把它變成是用 線跟面之間的關係啦 OK 好 再來一個更麻煩的 但是其實這個麻煩是麻煩的 但它其實原理都是一樣 剛才我們其實有談到兩個負斜面的交線有沒有 兩個負斜面的交線 我們剛才其實是說 有沒有 兩個負斜面的交線 我們用兩個輔助平面就可以做出來 對不對 這是一個方法嘛 這是一個方法 兩個負斜面利用兩個什麼 利用兩個特殊的正垂面 去得到它的交 得到它的這個 得到它的交線 對啊 這是一種方法 那 接下來這邊的方法 接下來這邊的方法 我們就用 用什麼方法 用線跟面的交點 貫穿點 因為 原理跟剛才我們有說過一個一樣 三角形 你把三角形DEF當成是一個 當成是一個就三角形 那三角形ABC 你把它看成是兩個相交的直線 就是AC這條直線 跟BEC這條直線 那 我把AC這條直線 跟我的三角形DEF產生的貫穿點 以及 BEC這條直線 跟三角形DEF產生的貫穿點找到 那這兩個貫穿點不就代表它的什麼 就交線了 所以這是一個alternity 就是替代方法 你如果今天不用輔助平面的方式的話 所以像我們期末考 可能就會考你們 用兩個方法 來找 貫前面的 交線 對不對 一個就可以利用 輔助平面法 一個就是利用貫穿點的方式 那貫穿點的意思就是 你把其中一個平面 當成不要當成是真的 當成是兩個相交直線 所代表的那個平面 所以這邊的話 我利用像這邊就是意思 我AC 這是一條直線對不對 那這條直線我要找 跟我的三角形DEF的貫穿點 那就剛才那個做法 什麼做法 就是拉一條水平機嘛 拉一個R平面 那這個R平面的水平機就是跟它一樣嘛對不對 那當然延伸下去它有一個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VR 那個VR就不用畫了 就是它的直立機就不用畫了 因為我們今天care的是什麼 我們今天care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水平機嘛 所以利用這個水平機 沿著這個 那這個水平機基本上是跟我的AC的水平托引是一樣的 對不對 是一樣的 好那這樣子的話 這條線跟我的DEF產生兩個焦點 有沒有 這邊就產生兩個焦點 這個就是它的它的焦線嘛 那從這邊過來 對應下來 對應到哪裡去 對到 我們跨個回憶 就是這邊是 這個是 好啦我們一個人看 DE DE是在哪裡 DE是這裡的 DE DE是這裡 所以這個點 好像從這裡 這條這個 這個HR 這個水平機 這邊跟它相切的時候 跟我的DE 那這條DE的焦點對應下來是到這裡 是到這裡 好 那另外還有什麼 另外我的另外一個一個點在這裡 這個是在DEF 那DEF的點是在 這裡 是DEF 所以這邊有一個點 所以這兩個點把它連起來 有沒有 這兩個點連起來 這兩個點連起來的直線 就代表它這個平面跟三角形DEF的交線 這是它的交線 這個交線在跟我剛才 因為這是什麼 剛才是AC直線 跟AC直線就會產生一個交點 這個交點就是 就是AC跟我的DEF的貫穿點 所以得到第一個貫穿點 第一個貫穿點的直立投影 你知道對應上去就得到它的水平投影的點 所以利用這個方式 你就得到第一個貫穿點 那同理呢 再利用一個一樣的輔助平面 去連到BC 然後對應下來 然後去相交產生另外一個貫穿點 那這樣的話就得到BC跟我的DEF的貫穿點 那這兩個貫穿點連起來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交線 你一個平面 你一個平面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說平面也可以利用兩顆相交的直線 代表一個平面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相交直線 一個產生一個貫穿點 另外一邊產生貫穿點 兩個貫穿點連起來就是它的交線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種做法 另外一種做法 利用貫穿點的方式 我們來找兩個負斜面的所謂的交線 雖然圖看起來比較複雜 但其實原理都跟剛才一樣都是很簡單 都是在找所謂的貫穿點 那當然剛才直線跟平面的相交 也有產生所謂的可見性 那平面跟平面相交呢 也有可見性對不對 那它的可見性像這個就是剛才那個例子 你剛才把這兩個點找到之後對不對 那你怎麼樣去判斷誰在遮住誰 誰在前面誰在後面 所以它類似用兩個方式去把它畫 用這個pattern 不同的pattern去畫出這個不同的面 好 那它的做法跟剛才 就是找我們說直線 做直線跟平面的這個貫穿點的可見性的判斷方法一樣 基本上還是線跟線的關係 所以像以這個例子來說 我們接下來從這個C點往上 得到這個貫穿 得到這個重贏點 這個重贏點是代表這條直線 BC跟這個DF的關係 所以把它重贏點對下來 我的DF DF在這裡 所以它得到一個點在這裡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BC 那BC得到點在這裡 所以這是第三向線投影 所以代表什麼 1在2的上面 那1在2的上面 所以代表是上面這個點 會怎麼樣 我今天是從這邊過的 那1在2上面 1是代表DF 對不對 所以代表DF會遮住什麼 DF會遮住我的C ABC 所以你的線到這邊之後 它就會怎麼樣 它就會縮到裡面去 所以這邊就看不到 看不到就把它不用畫出來 然後過了貫穿點 再跑出來 好 那這個地方知道 另外一邊就不用再做了 為什麼 這邊其實是一樣的嘛 這邊也是一樣的東西 因為它這是一個連續的平面 這個連續的平面 你在這邊躲起來 這邊總不可能跑出來嘛 對不對 你這邊已經 這條線已經 衝過這個重影點 它已經躲到後面去了 那你這邊呢 這邊不可能突然又跑出來了 是因為面是continuous的 是連續的嘛 所以你這邊躲下 經過這個重影點 你的面已經躲到這個 就是三角形的ABC 已經躲到DF的後面 那這邊當然也是一樣啊 這邊當然也是一樣 所以這邊就可以不用做 你就可以把 水平投影這邊的這個 這個可見性 就已經可以畫出來了 好 那直立投影一樣 再做一遍 直立投影呢 做的方法 呃 直立投影做的方法 它是從這裡做啦 從這邊做 BC BC跟我的DF一樣 又是跟DF 那得到這個重影點 那從這個重影點 再對上去 一個在這裡 一個是在這裡 那所以 4會在後面 3是在前面 對不對 然後4在後面 4代表是BC嘛 所以BC過來這邊之後 接下來它被遮住了 所以它這邊接下來躲到後面 然後通過貫穿點又跑出來了 所以這樣子同理 就可以把整個面的可見性 好 相交之後的它的可見性 就可以把它畫出來了 OK 這個有沒有問題 直線跟平面 那當然相交 就不是平行就是相交嘛 那相交除了一般的相交 它還有一個什麼 垂直相交 對不對 那垂直跟 垂直的相交 跟平面 就是它反正有有有特殊的情況 就是這個 直線跟平面垂直 那直線跟平面垂直 它當然一定會有一個貫穿點 那當然這貫穿點 我們一般把它叫什麼 叫什麼 垂直 是不是 好 那但是基本上的原理 我們今天如果要找一條直線 跟某一個已知的負斜面或平面 反正不管怎麼樣什麼面 如果要跟這個平面垂直的話 那基本上 我要從一些所謂的輔助的方式去判斷 這條直線跟我的平面有沒有垂直 就是利用什麼 就是利用平面上的直線 你這條AB直線 你這條AB直線 如果跟我的Q平面是垂直 那我Q平面上所有的直線 是不是跟AB也是垂直 對不對 這是它的重屬性 對不對 這個應該很容易理解 那當然 這邊當然所有的直線 包括跟它有沒有相交 相交當然這個也是垂直 你沒有跟它相交 基本上這條線跟它也是垂直 對不對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例子 這是一個什麼 負斜面 那我要找這個負斜面上面的一個 垂直這個負斜面的一個 一條直線 那怎麼找 那今天這條直線 這個平面是用trace來表示的 那我們要找直線跟直線垂直 因為我們現在要找這個負斜面上的某一條直線 負斜上 不是負斜上面的某一條直線 今天如果要找一條直線 找一條直線來垂直我這個負斜面 那怎麼找 那按照剛才的說法 剛剛說的什麼 平面上面的所有的直線 跟你這條垂直它的直線一定也垂直 所以這邊接下來要談的就是 反而會回到我們之前談的什麼 直線跟直線垂直的關係 那我們之前在談直線跟直線垂直的關係 有特別談到怎麼句話 直線跟直線垂直 如果兩個都是負斜線 當然你從投影圖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那我們只能夠寄望 如果有一條直線是特殊的直線 那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不對 如果某一條直線它是水平線 或者是前平線 或者whatever 任何一條單斜線的話 那它的垂直的關係會呈現在哪裡 會平行的那個面 投影面上嘛 這個是我們上次有談到兩條直線 如果是垂直 其中有一條是單斜線的話 它的垂直關係會呈現在 它所平行的那個投影面上 好 所以這個例子就是說 這個Q是一個負斜面 那我今天要找一條直線跟它垂直 那所以我們剛說過 你要找一條直線跟它垂直 那所以你基本上就是找 平面上面的一條直線 或兩條直線都沒有關係 跟這個你要找的那條 跟平面垂直的那條線垂直就好了嘛 所以這邊的做法就是說 那像這邊的做法就是說 我從哪邊 我從 我從這Q平面上去畫兩條直線 就是本身是Q平面的直線 它是一條水平線 那一條是前平線 所以 NA是什麼 NA是水平線 平面的水平線 然後MB呢是平面的前平線 前平線 那畫這兩條直線的關係 就是為了什麼 為了要讓我們來方便找到 某一條直線跟它Q平面垂直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說過 直線跟直線的垂直 必須是其中某一條直線 如果是特殊的單斜線的話 那它的關係 垂直關係才會呈現在 它所平行的那個投影面上嘛 所以我今天如果是找 像NA是水平線對不對 NA是Q平面上的水平線 那我的這條直線 跟我的Q是垂直的話 那這條直線跟NA 會垂直對不對 也會垂直 但是它的垂直關係 因為NA是水平線 所以它的垂直關係 我可以從它的水平投影圖看得出來 NA是Q平面上一條水平線 那因為我們說過 這條直線是垂直我的Q平面 所以這條直線就會跟我的NA也是垂直 那因為NA又是水平線 所以NA跟這條直線的垂直關係 我們就可以直接從水平投影圖去看出來就好了 那同理MB是前平線 前平線是平行直立投影面 MB跟我的這條線也是垂直 那所以它的垂直關係會呈現在直立投影 然後直立投影面上 所以利用這個關係 我就去找Q平面上的兩條前平線 找兩條 一條是前平線 一條是水平線 好 那找出來之後 那怎麼樣找Q平面上的水平跟前平 這個是上上禮拜或是上上禮拜的上上禮拜 我忘記了 好像更早以前就講過了對不對 怎麼去找Q平面上的 今天Q如果是用Trace來表示 你怎麼去找Q平面上的水平線跟前平線 這之前看過了 所以像是找水平線的話 我們就是在什麼 在Q平面 在直立基這邊 直立基這邊找一個點 找一個點 然後一樣 畫平行主機線的一條線過來 然後呢 它的水平投影這邊 畫平行什麼 平行HQ 平行HQ 那得到的NA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水平線 Q平面上的水平線 然後再從水平基這邊 從水平基這邊找一個點 這個點就是M 那M的話呢 從這邊畫一條平行主機線的線上過來 然後在這邊對應上去得到 在主機線這邊有一個N SuperV 從這邊拉一條直線平行我的直立基 那得到的MB 這條直線就是它的什麼 前平線 那這樣子的話 它正好會交在某一個點 那從這個點呢 你再去拉一條直線 去跟你的直立基平行 從這邊再拉一條直線 跟水平基平行 那這樣所得到的這條直線 假設叫KL好了 那這條KL直線就會是垂直我的什麼 垂直我這個Q平面 懂不懂 所以利用這兩個特殊的直線 懂不懂 什麼特殊的直線 Q平面上的水平線 跟Q平面上的前平線 我們就可以去畫出跟我這個平面 即便它是一個負寫面 所垂直的一條直線 OK 那當然原理就是什麼 原理就是剛剛我們說過的 你這條線如果跟它垂直的話 它跟上面的所有的直線都垂直 那跟所有的直線都垂直 當然不方便 當然我們就要找 兩條最特殊的直線 因為在投影圖上 垂直的關係 必須是特殊的直線才看得出來 OK 好 所以同理應用 接下來就是一些應用 應用什麼 我要從已知的一個點 S點 要做一條直線垂直三角形ABC 那當然這個三角形ABC是個負寫線 對不對 那怎麼辦 好 那我們的做法也很簡單 就跟剛才的做法一樣 你要過S點 做一條直線垂直三角形ABC 那當然我就是要找三角形ABC上的 兩條線 或是一條線跟它垂直 那當然我們找兩條線比較方便 因為 剛說過 我們就要找平面上的一條水平線 跟平面上的一條前平線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垂直關係 就可以對應在水平或直立投影上 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不對 好 所以那三角形ABC上 你怎麼找它的前平線跟水平線 這個也是之前之前的之前講過了 對不對 三角形ABC 你要找它的水平線 A1 A1是前平線 那你找一個點 從A的SuperH拉過來 然後最後交到這個BC邊 得到A1的水平投影 那對應下來就是A1的磁力投影 所以A1是一條前平線 那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你就從C這邊拉過來 看哪邊比較方便都可以 拉過來C2 那C2是平行我的主機線 那得到這個2這個交點 對應上去C2 那C2就是一個水平線 那你有這個水平線A1 前平線A1水平線C2的話 那我的S 這個是Given的已知的點 S SuperH跟S SuperV 對不對 我從S SuperH就拉一條直線 跟誰垂直 跟水平線垂直 跟水平線垂直 那水平線是什麼 水平線是C2 不要垂直錯了 對不對 因為你也跟這個 跟A1 你跟它垂直就怪怪的 對不對 所以從S SuperH對應 C2這條直線 就是三角形ABC上的水平線 跟它垂直 然後從S SuperV這邊拉一條直線 跟我的A1垂直 先平線垂直 那這樣的直線就是什麼 那如果再繼續把它延伸到這個D點好了 那這邊有一個D的H D的V 那這個SD 這條直線就會是什麼 垂直三角形ABC的直線 因為這條直線反正是任意的 因為你 但是它是要過這個點嘛 那過這個點的前提 要過這個點 你要跟三角形ABC垂直 所以你就 反正不管 你就先把這個 三角形ABC上的水平跟前平找出來就好 那水平前平找出來的話 對應水平線就是在水平投影這邊跟它垂直 對應前平就是在它的什麼 直立投影這邊跟它垂直 那這樣所得到的直線 就會符合我們剛剛說的那個條件嘛 什麼條件 就是 就是你這條直線如果是跟三角形ABC垂直 它跟三角形ABC上任意的兩條 任意的一些直線都會是垂直的關係 那任意的直線垂直關係 因為不好找 所以我們要找三角形ABC上的特殊的什麼 特殊的單斜線 那這樣的話 在它所對應的投影面 就會有所產生這種垂直的效果 好 這也是一個應用 這個同理的概念 過S點 我要做一個平面垂直EF 剛才是三角一個平面給你 你過一個椅子點去做跟它垂直的直線 那現在這個反過來 現在是一條直線已經給你的 你要過這個點做一個平面跟這個直線垂直 反過來嘛對不對 剛才是面先有然後去找直線 現在是直線先有你要找一個平面跟它垂直 那也很簡單 我們說平面其實不一定是真的平面嘛 我們的平面就是兩個相交的 相交在某一個點的直線 兩條相交在某一個點的直線 是不是它也可以展開成一個平面 我們說平面的表示方法有很多啊對不對 好那所以我們這邊很簡單啊 因為你這個是 這是複斜線嘛 那你要跟這個複斜線 做一個跟複斜線垂直的平面 那我們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過這個S點是椅子嘛對不對 那過S點椅子 那你就過S點做一個 S點的水平線 過S點這個是前平線 這個AB AB就是前平線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過S點的CD是水平線 但是這樣子的做法 你要過程要注意就是什麼 像你要過S點做這兩條AB跟CD相交的直線 當然這代表就是一個平面嘛 但是你要確保這個平面是垂直我的EF啊 所以當你在做過S點做的這個前平線的時候 做它前平線AB的時候 它的AB的直立投影要怎麼樣 要垂直我的EF的直立投影 對不對 這邊要垂直它嘛 然後看這邊是垂直 然後呢過S點去做你的CD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 要做條水平線 所以你的S點的水平線 那所以它在直立投影這邊是 欸我們講錯 AB是 AB是前平線啊 對啦 那CD是水平線 那所以你 你 AB是水平線 所以水平線的過程 欸 AB是前平啊 欸這搞不清楚 AB是前平啊 所以 AB的直立投影這邊要垂直EF 然後CD才是水平 那CD是水平 所以它的直立投影是平行主機線 但是它在這邊的 這邊的直線就必須是垂直我的EF的 EF的水平投影 那這樣得到兩個相較直線 所代表的平面就會跟我的EF是垂直的 對不對 這個也符合我們之前的一些所談到的原理嘛 好 那這個又是一個延伸的應用 這是把我們之前學過的又把它中整在一起 過A點到BC 平面BCD的距離 那點到平面的距離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點到面的距離嘛 所以你一定要先求那個垂直嘛 對不對 你要把那個垂直找到啦 你才有辦法去找它的什麼 找它的距離嘛 你一個點到一個平面的距離不是要找垂直嗎 垂直是垂直的那條直線跟平面的貫穿點叫垂直啦 這是台灣的用法 香港不曉得怎麼講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就知道它是一個penetration point 那這個平面給你正好是它是一個很特殊的平面 不然的話我們可能也不一定好做 你看這個平面它是BCD對不對 就是兩條相交的直線去展開的平面 那BC 然後另外一條是BD嘛 那BC這條直線其實是什麼直線 BC是前平 那BD呢 水平啊 所以正好這條直線 這個平面其實是有兩個相交的單斜線所組成的 一個是它的水平線 一個是它前平線對不對 好那所以我要找過A點 去過A點 要去找它的垂直 那找它的垂直當然要先找 先要找那條直線嘛 那條直線就是過A點要做一條直線來垂直這個平面 這是第一個步驟對不對 第一個步驟是要從A點去做 過A點要去做一個垂直線 那過A點做垂直線 就是剛才我們的說法嘛 從A點要跟它的水平線 水平線是BD嘛 所以做一條垂直 所以過A點拉一條直線 跟我的BD垂直 那它的這個 當然它的什麼 它的這個 就是它垂直線的往上畫 然後呢 它的它的另外一條 它的直線的這個直立投影 當然就是從A super V去拉一條直線 去跟我的什麼 CD BC 那BC是前平線嘛 那前平線就在直立投影這邊去跟它垂直 那這樣所拉出來所得到的A super V A super H 對應到N好了 我們就是把它對應 對應到N 那這樣子的AN直線就是什麼 就是垂直三 不是三角形 這樣的AN直線就是垂直這個平面BCD 平面BCD的一條直線 那這條直線做完了 這個是我們剛才教的 做一條直線垂直某一個平面 那接下來要用的是什麼 貫穿點 所以我們把剛才的貫穿點要用到 那貫穿點怎麼用 因為你已經有一條直線啊 AN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 那我 基本上是垂直三角 不是三角 這條AN直線就是垂直這個平面BCD 那接下來要找它的貫穿點 那貫穿點 因為這個平面可能應該也是負斜面 這條直線也是負斜線 那怎麼辦 我們剛才講做法是什麼 就是要利用輔助平面嘛 一個線是負斜線 一個平面是負斜面 那去找它的貫穿點 那去找它的貫穿點 就必須用什麼 用那個輔助平面的方法 那用輔助平面的方法 當然這邊就沒有畫得很清楚了 就是說 這條AN是已知的直線嘛 AN是已知直線的水平投影 那我就是拉一條什麼 拉一條 拉一條平面 這個平面基有沒有 應該有一個平面基跟它是一樣的 是跟AN的水平投影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那這樣的直線 這樣的這個平面的平面基 就會跟我的這個平面BCD 又產生兩個焦點 所以一個焦點在這裡 一個焦點 這邊不夠 如果不夠的話 當然你就可以延伸了 產生另外一個焦點在這裡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割線 就是把它割下去的那一條 兩個點 然後對應下來 這個是CD邊嘛 對應下來CD在這裡 然後這邊延長在這裡 對應下來 這不夠也是拉下來 所以這邊得到的 這個就是它的什麼 焦線 那這個焦線跟我的 剛才的AN 又產生一個焦點 那這個焦點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貫穿點 跟剛才的做法一樣 貫穿點KV之道 對應上去它的KH 所以這樣得到的貫穿點 所以AK就是什麼 從A點到這個平面的 距離的那條直線 所以這個AK當然也是一條負斜線嘛 那這個負斜線接下來要距離啊 所以就用什麼 直角三角形法 就第一次考試的內容嘛 那直角三角形法 拉一拉畫一畫 你就可以得到 這個就是它的True Lens 所以這個就是把我們之前學過的好幾個概念 就把它組合在一起 從A點到一個平面BCD的距離 OK 其實這個概念 剛才 其實這邊就可以做了 這邊也是一樣 過A點一樣做到垂直對不對 那我如果問你 那它的貫穿點在哪裡 你有沒有幫我畫出來 可以嗎 觀點知道之後 它的距離 S到三角形ABC的距離 用直角三角形法 又可以做出來 所以同樣的啦 只不過這邊沒有 沒有叫你們做這個部分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是用這個例子來做說明 好 我們看最後是平面跟平面垂直 這個最簡單啦 平面跟平面垂直的概念 其實 看這個例子就知道了 我們如果要找平面跟平面垂直 其實你就先找一條直線跟它垂直 那這條直線如果跟這個平面垂直 那通過這條直線的所有的平面 自然而然也跟我這個平面就垂直 所以平面跟平面的垂直的概念 就相對於是從直線跟平面的垂直 衍生出來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邊說的 一條直線如果垂直平面 則包含直線的所有平面 當然就會垂直這個平面 所以像這個AB直線是垂直P這個平面 那過AB這個直線的Q、R、R、S平面 當然Q跟P就垂直 R跟P也垂直 S跟P也是垂直 這樣很簡單嘛 好 那 一個應用的案例 一個應用例題 就是說 這個三角形的ABC是已知的 那 我有一個K點也是已知的 那我要過一個K點 做一個平面來垂直三角形的ABC 那怎麼做 你看它說明你們應該就可以懂了 對不對 好不好懂 這個應該還蠻清楚的 問題是過一個已知的K點 要垂直已知的三角形的ABC 那你怎麼去做這個平面 那當然這個平面 過K點的這個平面 不一定是一定要什麼三角形 可能這種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兩個相交的直線嘛 對不對 那兩個相交的直線就可以代表一個平面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概念就是要過K點 先做過K點 做一條直線來垂直三角形ABC 那麼過K點來做一條直線垂直三角形ABC 把那個直線做出來之後 你再隨便從K點隨便拉一條阿媽阿狗的直線 那這樣所構成的兩個相交的直線就是什麼 這兩個相交的直線所構成的平面就是垂直三角形ABC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 就是從基礎的東西再往上去推理的一些概念而已 那所以怎麼去做過K點 做一條直線垂直三角形ABC 這就是剛才的例子 所以我們就是從三角形ABC 做一個三角形ABC上的一個前平線水平線對不對 然後呢 從K點這邊去跟它的水平線的延伸垂直 然後呢 從K的直立投影這邊去跟它的前平線的這個直立投影垂直 好 那所得到這條直線就是過K點 垂直三角形ABC的直線 然後再去拉一條Forever的直線叫KG 那這樣的話KG跟KF所構成的相交所產生的平面 這個平面就會跟我的三角形ABC也是垂直 懂不懂 所以這個概念是不是很簡單 所以重點還是在什麼 你要先找出這條直線去垂直這個一致的三角形 然後平面 然後再畫隨便的直線就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OK 好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複雜的所謂的空間物件之間的那個關係 所以看很多東西其實都是從基本的東西去推出來 然後但是只不過它的應用過程都是在投影面上去看 但是這個投影面去看的過程中間其實你是從立體圖的概念去推論出來的 所以這個我們在所謂的空間邏輯推理的很多東西就是這樣 把空間的東西你現在反推到這個所謂的投影面上 那中間這個轉換的過程其實就是在考驗你們或在訓練你們的所謂的空間邏輯推理 好 那這是第十章的部分應該就沒有了 對 好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